大家好,好久不见 今天应我们网友的要求 跟大家探讨一下另外一个知识点 就是这个蹲公里或者叫蹲英里 这个是我们在评价这个钻井大神的工作状态的时候 用的一个量 那么API的标准RP9B 关于钻井大神在游戏现场的使用和维护的推荐做法的标准里面 有这个关于蹲公里或者蹲英里的介绍 他就说关于这个钻井大神它的表现 就是可以考虑这个钻井大神在不同的作业工况中的做的工来进行评价 同时要考虑其他一些硬力 比如说这个加速减速带来的硬力或者震动 以及这个大神与这个滑轮接触的这个摩擦产生的硬力等 考虑这些硬力以及他做的工来评价我们这个大神的表现 下面这三行就是说是为了这个对比的这个目的 可以通过这个钻井大神在不同的工况下起身这个一定的重量的管住 所做的工来评价我们这个钻井大神近似的进行评价 那我们知道通常的这个工我们说到工它一般都是力 乘在这个力的作用上移动的距离 然后我们这里用这个吨公里或者吨英里来表现 因为我们这是为了对比方面 并不是严格上的物理上的这个关于工的这个定义 API标准里面它是用了吨英里 但是这个吨它不是说我们传统的意义上的1000千克这个吨 它是一个短吨它那等于这个200磅 然后它的一英里就等于这个5280英尺 所以说我们这个标准里面它是采用的短吨 我们叫短吨英里 那么我们如果是工资的话 那么它应该是工吨乘以公里 因为我们知道1000千克等于2204.62磅 所以公吨等于1.10231短吨 另外这个一公里等于0.621371英里 因此如果我们根据这个标准计算出来的这个短吨英里 我们乘一个0.684943 就等于我们的公吨乘以公里 就是我们的吨公里 好了那么这个就是关于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同的这个工矿 主要是我们讲这个起下钻 钻进 许心下滑管 短启下这几个工矿 里面的这个吨公里到底如何计算 我计算过程中的都是采用的这个标准 也这个短吨英里 那么我就直接读成吨英里了 就不多特别说明了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最终把它乘一个系数 把它转化成我们的吨公里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起下钻过程中的这个吨里的这个计算公式 计算方法 这个起下钻过程中的这个计算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其他一些工矿的计算方法的一个基础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它的这个计算过程 通常来说我们起下钻的过程中呢 我们这个大沟或者我们这个钢丝深悬挂的这个整个钻柱系统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油车大沟这一套 我们叫它油车系统 还有呢就是钻板中间这一部分 以及我们的钻挺BHA部分 就包括配合接头钻口钻挺这部分 这通常我们一般都把它分成这个三部分 但是我们在这边计算的时候呢 有采用不同的分类方法 我们把它同样分三部分 但第一部分呢也是这个油车系统 但第二部分呢 我们把整个钻柱呢分成两部分 一个呢是从井口到井底 整个井深的这个长度 把它当成钻杆 这个分成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呢就是井下的钻挺和BHA这部分 比这个钻杆重的这部分 我们把它分成当做第三部分 那么这样呢我们方便我们的计算 因为我们在计算过程中呢 有很多的假设和很多的这种简化 这也都是为了我们的计算的一些方便 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 就是这个油车系统的这个 这个漆下钻过程中 它做的工 那么我们知道 那么在整个下钻的过程中啊 我们看左边这个图 油车把这个钻柱 一个离柱接好之后呢 我们一起下放下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吊杆解开 然后我们再把油车拉上去 然后相当于把下一柱再接好 跟这个刚才下这柱接好挂好 这样呢就完成一柱钻杆的这个下柱 那么就是说这个油车呢 下去一次再上来一次 相当于油车走了两个的这个立柱的这个距离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钻柱呢 是由N个这个立柱组成的 而且每个立柱的长度呢 就是LS 那么呢我们进行这个一次下钻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走的这个总长度呢 就是2倍的LS乘以N 对吧 然后我们再乘以这个油车的重量M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下钻过程中 我们的吊音笔 就是RLSN乘以M 那么同理呢 起钻的过程中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经理这样 那么起钻过程中呢 我们是先一起把它提出一个立柱出来 对吧 提出一个立柱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立柱立到我们的钻台上 然后我们的油车再下去 把这个再挂上 同样呢 它也是一个以上一下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相当于我们走的两倍的LS乘以N 这个距离 然后再乘以N这个油车系统的这个重量 就是它的吨音率 那么下钻的时候是这样的 那么起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二倍的它 那么就是四倍的它 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的LS这个一个立柱的长度乘以总的立柱呢 就是我们整个总的 整身就是D LS乘以N就等于D 那么最终我们的做的功课就是四的四倍的DM 我们在这里 DLSNM它的单位都分别是音质的单位 都是长度的话是英尺 重量的话是磅 那么我们算出来这个4DM它的单位呢就是磅英尺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终要把它转换成短吨乘以英里 一英里等于5280的英尺 然后一短吨呢 等于200磅 那么这样的话除以5800再除以2000 那么就放上成了我们的短吨英里 这里不是我们的1000千克的那个吨呢 Short time 这样的话就把我们起下钻过程中的这个油车系统 它做的功就修出来的 就等于4DM除以这个 需要说明的一点的是 我刚才给大家演示这个油车起下钻的过程中 我是把这个钻柱也带上的 但是我们这个第一部分计算油车系统的做的功的时候啊 我们不考虑其他东西的重量 我们只考虑油车这部分 比如说20吨10吨这部分系统 它上下来回做的功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起和下 我们的整个钻柱的时候 我们的做的功 我们知道撒钻柱的时候呢 因为它这个钻柱是一柱一柱接起来的 对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柱钻柱 我们下第一柱钻柱说我们做的功 第一柱钻柱呢就是这样 把它接好之后 这样下到锦里许 那么第一个钻柱呢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Excel表格来说明一下 第一柱啊 那么它走的距离呢就是我们的一个IOS 那么它的重量呢是我们的单位钻柱的这个重量乘以这个一个力柱的这个长度 这是那个它走的距离 这是它的重量 那么呢第一柱钻柱它的钻柱呢就是这两个相长 做的功就这么多 那么我们下第二柱的时候 第二柱的时候呢我们走的距离 还是我们一个钻柱的这个长度 因为我们一柱一柱的下的嘛 但是这个时候它的重量呢就不是了 因为是有两柱了 所以说它的重量呢就等于全一二 同理 做的功就这么多 然后同理同理我们下最后一柱 距离呢一样的 那么最后一柱呢 就是第一柱 这个就是下第一柱的时候做的功 整个下的功能做的总功呢 就等于把所有的这一列全加起来 对吧 这个呢就用到那个数学的里面的那个求和公式 前面这个ls和wmls都一样的 就是后面是分别是12345一直到n 就是说它的公式呢就等于 等于ls乘以wm乘以ls 就后面全部求和 等于1加第一个数加最后一个数 乘以二分之它的个数 对吧 等于这样一个公式 然后因为这个是下转过程中做的功 那么起转过程中呢 做的功呢就是跟它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两倍的它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ls乘以n呢等于景深 就是每一柱的长度乘以柱数呢 就等于我们的总景深 那么我们把这个公式整理一下 我们把这个ls乘以这个n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ls放进去 这个ls乘以这个n就等于d 那么外面呢就等于wm 然后我们把这个ls带到公式里边去 那么就等于ls加上这个ls乘以n的话就等于d 等于这个公式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我把这个dwm导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旗下整个转柱 从镜头到镜底这个转柱做的功 就等于这个 等于我们的转杆的每英尺的重量乘以我们总的景深 然后括号乘以每周转柱的长度 再加上我们总景深 这个呢就是以这个dwm英尺为单位的 我们把它换成短吨英尼呢 就是除以5,800再除以2,000 就这个公式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钻顶这部分 比转柱多出来的这部分重量 我们旗下这部分重量所做的功能 我们这里在计算的过程中呢 是做了一个简化 就是我们假设多出来的这部分重量呢 都集中在一个点 都集中在镜底 这样的话就很好理解了 就相当于我们下转的过程中呢 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一个点的重量 从镜口下放到镜底这段距离 那么它做的功呢 就是这部分重量是c的话 那它移动的距离就是d 那么做的功就是cd 起转同理 那么就相当于把这部分重量 从镜底提到镜口 那么也是cd 所以说这部分我们做的功呢 就是两倍的c乘以d 但是这个c的计算的过程的话 我们要用这个钻挺的浮重 减去这个钻杆的浮重 它们之差呢 乘以我们这段钻挺的长度 那么呢就是我们的c 同样如果我们要把它转化成 吨英里的话 就除以52008再除以2000 这个就是我们分解的第三部分 就是钻挺BHA这部分 比这个钻杆多出来这部分浮重 我们旗下这部分重量所做的功能 那么就等于二倍的cd 这样的话这三部分分别 旗下钻一次分别做的功能就出来了 它就是三部分之合 做适当的处理就变成这样一个功势 然后我在这边它还做成了excel的表格 我们假设的仅身是10000英尺 然后一路上的长度就是93英尺 然后有多少柱呢 因为这个地方要把整个钻挺全都折算 这边就肯定有小数了 106.94柱 然后我们钻具单位长度的浮重 我们选择5寸钻杆 然后是19.5磅的 那么密度1.2的钻挺页 那么它的浮重就是16.51磅的引起 由于测系统我们按它是20吨 那么就是44000磅 然后钻挺我们7寸的钻挺 然后110磅的钻挺 那么浮重就是93.18 我们假设钻挺有200英尺长 那么整个钻挺多出来的这部分的浮重 就相当于它的钻挺的浮重减去 这个钻杆的浮重再乘以这个长度 那么就是1万多磅 然后再用我们这个公式套进去 就算出来我们的短吨英里 就是353吨英里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其他钻的过程中 我们做了工的计算的方法 好了 掌握了我们取下转过程中的 这个吨公里的计算方法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转进过程中的 吨公里的计算方法 然后首先呢转进过程 我们先来分解一下这个转进过程中的步骤 我们先来说这个方案杆转进吧 我们现在接完了单根以后 第一步呢就是转进一个单根 刷完之后呢我们再起出来 再滑眼一个单根 滑眼完之后我们再提出来 卸开 把这个方案杆借到这个树洞里的钻杆上 对吧 然后再提起来 这边这个就很高了 运力有限了 然后就提起来 提起来之后把这个跟这个接上 对不对 接上之后再下放 下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就开始转上打转 这是他的整个一个过程 对吧 这整个过程呢 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化 那么从第一次把这整个打完 打完到提起来准备滑眼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一个简化的起下转 但是这个起下转呢 不是说从井底起到井口 而是说从一个井线起到另外一个井线 那么这个中了的井线呢 就是我们转达的那个井线 那么其实的井线呢 就是我们转这个单根之前的井线 这个就可以简化成这样一个起下转 的一个来回 做的工 那么另外呢 当我们提起来之后滑眼下去 再提起来准备接单根 这个一个过程 我们又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个起下转的一个来回 只不过这个起下转不是从井底到井口 而是说从一个井线到另外一个井线 然后我们接完方转杆以后 我们下放过程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的半个起下转 就相当于下转 对不对 然后第五步我们方转杆卸开 然后在这个鼠动里接上这个鼠动里的这个单根 然后再提起来 然后再与这个井内转杆相连 这一部分呢 我们把它也简化成半个起下转 那么相当于这个第五第六步呢 就相当于也是一个完整的起下转的过程 只不过这个井线呢 这个距离呢就是我们一个单根的距离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这个钻进过程 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两个井线之间 进行了三次的起下转作业做的工之差 比如说这简身第二 我们在简身第二 其他转一次 做的工就是T2 然后我们在简身第一 其他转一次 做的工就是T1 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这段减多 我们其他转 那么做的工就是T2-T1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钻进这段距离呢 它就等于三倍的这个工 那么它就等于三倍的T2-T1 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方转杆 转需要滑眼的过程 我们做的工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滑眼 就没有这一步 那么相当于在这个两个井线之间 做两次起下转 那么就是二倍的卡 然后如果说我们采用顶区 而且如果不滑眼 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立柱接好 我们打完一个立柱 然后我们把顶区提起来 再接一个立柱 接上 然后就相当于再开始打下一个立柱 所以说就相当于是一倍的 在两个不同的井线之间 起下转做工之差 但是这个井线差 指的第一第二 就是一个立柱的深度 而不是说原来一个转的长度 那如果这个是不带滑眼的 如果带滑眼的话 相当于再多一次 两个井线之间的一个起下转 所以说如果说带顶区带滑眼 那么就是两倍 如果说是方转杆 然后带滑眼 那么就是三倍的这个括号T2.te 如果是这个方转杆不滑眼 那么就是两倍的括号T2.te 然后顶区不滑眼 就直接就是两个不同井线之间的 起下转的做工之差 那如果说顶区带滑眼 就是两倍的这两个井线之间起下转 做的工之差 同样我们在这边 我们假设是采用方转杆 然后我们前一个井线是1万米 那么我们打了一个单根 就是31.17英尺 那么我们在井线第二 起下转一次做的工就是355 那么在1万米的时候 第一的时候起下转一次做的工是353 跟前面我们算的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说两个井线的起下转做工之差 是1.5吨英尼 那么这个之差就是在1万到1031英尺之间 这段段柱我们起下一次的这个做的工 就是1.59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算这个常规的方转杆 转近这段距离做的工 它就等于三倍的这两个不同井线之间 起下转一次做的工之差 这个地方就等于3乘以这个 就等于4.776 那如果说我们不滑眼 就等于两倍的它3.184 那如果说我们采用顶区 顶区的话这个钻的深度 肯定就是三倍的方转杆转近的距离 如果我们采用顶区的话 它就做的工就不滑眼 这等于4.785 那如果我们采用顶区 顶区的话滑眼呢 等于两倍的它 这等于9.572 吨英尼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算计过程中的吨英尼的计算方法 那么关于短起下呢 因为短起下其实在这边 大家应该就很好理解了 它也就是在两个不同的井线之间 跟起下转一次做的工之差 就是说我们在第二的时候 全下道领比然后全起出来做的工 减去我们第一这个井线 全下道领比然后全起出来做的工 它们两个的工之差呢 就是我们的短起下这段距离所做的工 比如说我们从5000英尺到1万英尺这个短起下 那么做的工就等于216 吨英尼 这个就是短起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曲心 其实跟这个钻径和钻底下是差不多的 曲心我们先来分解一下这个曲心的这个步骤 我们用这个放弹杆吧 比如说我们把放弹杆和这个曲心所有钻径 组合都下到井底了 那么我们准备开始钻径 那么我们钻径一根钻杆的长度 然后我们再提起来 然后卸开方钻杆 然后我们再接下一个钻杆 然后再提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钻杆跟这个井底都接上 然后再下放下来 准备下一个单根的钻径 其实它就跟前面钻径过程中是一个样的 只不过我们曲心过程中就相当于没有进行滑岩 相当于两倍的这个T4减钻径 当然这个T2减T1一个意思 这个T3就是我们开始曲心时的井顺 然后我们曲心完井顺就是第4 我们这里也是我们假设开始曲心的井顺 是1万英尺 然后曲心完井顺 我们是下来两根钻杆长度 就是60英尺 那么它做的功能就是T4减T3就是这个 然后如果是曲心的话就是两倍的T4 那么这个就是曲心作业过程中的这个做的功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下套管 下套管其实就是一个起下转过程中的一个简化 因为下套管相当于是单程的 我们只下进去不起出来 所以说它跟这个起下转过程中的用的功势是一样的 另外因为我们的钻柱还分为钻杆和钻挺 但我们套管是整体都一样的 所以说它不存在这个C 就不存在钻挺比钻杆的这个单位重量多出来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这个C就等于0 所以说把这个C等于0去掉 然后其他的这个LS变成LC 就是一个一根套管的长度 原来是一柱钻杆的长度 然后这个单位重量把它换成套管的单位重量 就OK了 同样的我们假设是1万英尺的深度 因为套管长度是1.5米 然后1万米这样的话就有这个地方 这边跟套管根据 套管的空气重量 有七根套管23磅 那么它在宁江东的浮重就是这么多 然后油车我们20分就4万7千磅 那么我们算出来从进口下到1万英尺 过程中做的功就是这个116吨英尺 好了这边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不同的功耗的这个吨英尺的计算方法就讲完了 其实我们应用过程中肯定是计算的话 手工计算的话也是比较麻烦 现在应该都有一个小表格或者说有限量的小程序来进行计算 好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给我留言 谢谢 拜拜